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一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们看昨天香港超过100万人 走上街头反送中 那很多香港人觉得 一旦逃犯条例过关 香港直接要送中 那整个香港未来的前景 一方面有民主自由 法治机制的影响跟伤害 另外一方面也是金融战的战场 这个香港送中之后 今天一早离岸人民币 直接看到6.95块钱了 先恩追踪报道 这一场香港送中的大游行 是高达130万人走上街头 而这个郭台铭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针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发言 同一时间再呛蔡衍明 蔡董直接呛说 他呢 从头到尾介入选举 只是想向国台办来邀功 台湾这一场选举 有国际的因素 也有国内的因素 南郡内部也有人反弹 郭台铭的备案叫做暗杀条款 绿军这几天 特别是今天起正式对决 进行总统初选的民调 而2020年对台湾来讲 是非常关键的一意 对香港来讲 这个周末以前呢 最新的发展也非常关键 香港的送中背后 有多少部位人质的内幕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都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不好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是姚依珍 大家好 再是佩芬姐 大家好 再是范云 大家好 再是光晴 大家好 再是创夏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 立劝韩市长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 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国 自由民旨的制度 我觉得我就绝对不怪韩市长 然后我就说韩市长被某一些媒体在背后操控 这是我很担心的 所以我国台办操控的一家媒体 在引导我们的一个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 香港这个事件是摆在头版好 还是反黑锅的摆在头版 那黑锅为什么重要 因为他受到他要去跟北京国台办邀功 如果他变成一个kingmaker 他在中国可以拿到多大的利益 他不再为中华民国的生存而在报道 他为了他个人 因为他不甘心 他的守护让给我了 好创下刚刚看到的是这个郭台铭 针对香港反送中开了记者会 一方面反送中 另外一方面反黑锅 是的 香港那边因为那个所谓的送中条款 就是逃犯条款 让香港人觉得说他们的最后的自由民主 最后的主权 司法管辖权都可能要送中了 充满了危机感 所以香港人入口了 入口了一下子一百多万 就是三十年来第二次最多人出来 为什么是三十年 因为上一次他们被记录出来 恐慌出来 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要回归中国了 而中国发生了六四 三十年之后他们又出来了 而且出来之后穿着白色的衣服 每个人号召自动自发的 因为白色代表正义和光明 他们在最后的时候告诉习近平 告诉郑林月娥 我们需要的正义和光明 我们反对你现在在六月十二号 通过这个逃犯条款的恶毒 如果你恶毒硬要过 七月他们还要再上来 非要挡掉 不能让香港被送中掉 这是他们的一个气氛 而这个时候呢 当对台湾来讲 也受到了很多的感染了 因为呢 今日的香港 如果我们台湾真的给一国两制 这样的力量给支持 抢走的话 台湾会不会明天的香港 大家也会很害怕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很多人物都开始有讲话了 这里面呢大家会看到蔡英文赖清德 他们的立场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也对于香港这种事情表示同情 而郭台铭呢 也呢出来讲了说 看到香港这个局面 是一国两制的失败 所以他也讲得很明白 但他后面加了一句 这就是为什么 我反对韩国瑜进入中联办 可是呢 这个话出来之后 那昨天去问韩国瑜说 那你对于送中手的看法呢 韩国瑜竟然完全没有说法 完全没有意见 说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所以今天呢 没想到郭台铭的用出来了 郭台铭也录了 他录了以后呢 他就直接的决定指导黄龙 他就直接对上 整个台湾在选举里面操控力量 他说就叫做蔡英明 就叫做韩天集团 而你们蔡英明呢 你们呢 就想要做个keymaker 而你的keymaker呢 不是为了中华民国 不是为了要自由 中华民国自由体制 而是呢 你想在这边以后呢 掌控台湾 掌控中华民总统 所以他郭台铭想说 他是爱护韩国瑜 保护韩国瑜的 因为一个中华民 郭台铭讲的话很凶狠 郭台铭今天讲的话 叫做蔡英明 为了捍卫这个当地下总统 然后可以在中国大陆 取得庞大利益 所以郭台铭几乎是指蔡英明 到底是要当地下总统 还是地下特首 还是地下台湾特首 然后他讲很精准的话 他说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这个向国台办邀功 这是很凶狠的 这几乎直接指蔡英明 是压根想当地下特首 向国台办邀功吗 所以他指指说 你韩国瑜呢 完全的受到 中石集团的一个操控 然后他说 他为什么知道这个故事呢 为什么他会讲 这个中联办故事呢 原来是三月多的时候 他去香港 不是韩国瑜找他去的 是香港有一个人呢 找他们一起去 然后当时讲好 是私下见面 但是他进去都吓了一跳 私下怎么有个媒体记者 都进来了 而且还是韩国瑜那边的人 告诉郭台铭说不好意思 他们混进来的 郭台铭说就是中天就是中石 你看连这样的场子 这样的状况 你们都受他们操控 然后后面他就当天 就在那天告诉他说 你要期照 不能接受一国两制 你在了香港那边 大概有知道行程 不要进中联办 但是韩国瑜还是去了 回来之后呢 整个郭台铭说 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 他要选总统 他是四月十号 可是那时候就开始操心 担心了 是不是有个力量 在操控着台湾的总统大选 让台湾这个总统大选 将来只是一个傀儡 而最后呢 是有个地下总统 地下特首 加以操控 而且他就直接讲了 就是中天 然后他就拿出了 送中这样一个报道 全世界的媒体 台湾的四大报纸 通通都是头版头 都是都为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是很佩服 郭台铭 真的是露了 他找了半天 我们都以为中国时报没报 他说在第九版最下面 所以郭台铭还特别 去把它给找出来 但是里面的内容 却又不是全世界在关注的一个内容 所以郭台铭就直接指了 韩国瑜 如果你继续被他这样操控 他说你这个 他今天就讲了 他是针对的 不是韩国瑜 就是你蔡野明 而蔡野明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你想要在中国 国台办 而且他直接讲了 国台办和中国时报呢 有千丝万语的关系 叫我们大家去查 所以看到说 一个送中里面牵动的就是 到底台湾的主权 和香港会不会都被人家给操控 到底台湾是不是有个幕后的力量 跟香港一样 会将来呢 如果选错人了 选错边了 你以后呢 只能为自己送中 所以这个创下 郭台铭的论述是说 郭台铭他还捍卫中华民国 他还有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捍卫中华民国的同时 他还直接讲 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 然而中天或者韩国瑜 到底捍不捍卫台湾 捍不捍卫中华民国 或者到底反不反一国两制 对他就直接点了 结果你看到呢 整个中天集团 对于这个东西 是没有讲的 六四的时候 也是一样 韩国瑜也不敢讲一个字 然后中国时报 中天集团也对六四 都没有讲话 然后到最后呢 韩国瑜也被逼了 所以紧急的 才在中午的时候 发出六点声明 三个坚持 而三个坚持就是 坚持中华民国 坚持什么 但是他还是不敢讲 他是不是对于 香港宋宗的态度 韩国瑜的态度 没有 韩国瑜对于这里面呢 到底敢不敢得罪蔡衍明 还是一样告诉你说 他现在还是不敢 跟蔡衍明直接唱谎掉 那这个慧珍 昨天香港送中 在网路上根本就炸锅了 那在国际媒体上 BBC当作头条处理 那CNN实际上 也是世界新闻 跟亚太新闻的头条 CNN的记者 我看完他完整的影片 他这个长期派驻在香港 从来没有看过 香港街头这么多人 很多这个照片上 观众朋友看到的 以为只是片段的照片 整个昨天的香港 整个中华 通通都是抗疫的人潮 所以CNN最后的标题是 130万人走上街头 我想这一次香港 100多万人 站出来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说 震撼了全世界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香港它是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会认为说 香港人比较不会愿意 政治这种议题来走上街头 或者是自从回归之后 也比较少这么 就是立场鲜明的表态 但这一次你去看 苹果日报 说真的还蛮令人感动的 他花了五个版面 你去看一下每一张脸 每一个香港人的脸 你去看一下 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 然后有的是小孩子 西家带卷全部 甚至有一个阿嬷 他直接讲说 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活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 那现在听说 好像有那个解放军 已经在深圳布局了 那会不会担心解放军来 他说你坦克车开过来 我第一个出来 没问题 我们就是让大家来看到 我们捍卫香港的决心 他们宁愿用自己的生命 然后来告诉全世界说 香港是属于香港人的 然后一旦 所谓的一国两制 反送中的 如果变成是 真的是送中条款通过的话 一国两制将正式走入历史 香港就已经不再是香港了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引起全世界各国的一个关注是 我们都曾经看着他是东方蜘蛛 我们都曾经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199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次出国就去香港 你那时候觉得哇 就是大城市 然后你会觉得哇 就是那种很 很fashion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就回归之后 慢慢的慢慢的 他已经变成不是以前香港了 但是好歹还带给人家说 他还有个法治精神存在 现在一旦连这个都走入历史的话 那真的是大家都眼睁睁看着香港 东方蜘蛛萌成 最重要的件事情是 蔡英文的脸书 涌进非常非常多的香港人 告诉他们说 台湾人 我们香港撑不住了 你们要撑住 怎么讲 因为我是觉得说 大家在这个时刻 不要再去想说发大财发大财 如果说连香港人都出来告诉你说 赚钱这件事情是没有保不了民主 如果说你拥有再多的钱 都没有办法捍卫你自己的人身 自由跟民主的时候 你要那些钱干什么 那今天香港人 有一百多万人站出来 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台湾人还一天到晚 会以发大财 然后就是发财外交这件事情 支持这样的信口开河的候选人 我们甚至让蔡英文这样子的 一个中国关系 过去十年来 领了中国一百多亿补助的一个商人 在台湾的那个媒体上叱咤风云 掌控台湾的舆论 你知道苹果日报 用五个版面报导望中 中国时报用第九版的屁股 在报导望中 反这个宋中 宋中 就是宋中 就是报导昨天那个反宋中的这个事情 他呈现出来的跟香港文汇报 这一些就是大家认为 你知道香港的主流的商业媒体跟媒体 他们报出来的竟然是 有八十万人支持 就是修改送中条款这件事情 他们不是报导 有130万人站出来反送中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香港媒体可耻 香港媒体被人家掐住就算了 你蔡英明你是在台湾 你到底为什么可以 面试这一块土地上这么多的人民 2000多万人民的一个安全 然后去报导 你眼里只有反国 你眼里只有那个郭台铭 我觉得郭台铭 虽然我们之前对他批评也很多 但是郭台铭捍卫中华民国这个心 我相信还是比蔡英明来多得多 甚至 我甚至怀疑蔡英明 他自己的护照 他自己的国籍 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有人在讲说 郭台铭好像有双重国籍或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比起来的话 我更有理由来怀疑蔡英明 不然为什么你从头到尾 对于台湾的民主自由 对于台湾的主权 没有任何一点捍卫 你整个就是被国台办牵着鼻子走 尤其在人家报导出 你已经有150多亿的补助 是来自中国的时候 我们其实合理的怀疑 你所有的就是一个 国台办的一个白手套 那政府其实要好好的去检验 那个蔡英明 所有在台湾的一个投资 跟他的整个金流状况 如果他却其实是 有所谓的受到国台办所指挥 或是受到国台办的抑注 然后下来推翻 试图来造成台湾的民主的一个瘫痪 或是造成钳制台湾舆论自由的话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有法律 去搞这样的媒体 去管制 去管理这样的媒体 因为不容这样子的媒体 继续来荼毒我们台湾的言论自由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昨天下午香港这一场 这个大游行反送中 反的是逃犯条例 那对香港人来讲 压根的几乎是要送中 整个香港的前途 香港的命运 香港的关税 香港的民主制 有一旦破坏之后 美中的战场 真的很有可能在香港 而今天一早 香港离岸人民币 也直接看到6.95块 香港人很担心 香港的民主机制 法治机制全面的崩坏 就连港币联系 美元的汇率也可能崩坏 那一旦全面性的崩坏 香港的未来命运很难乐观 而昨天走上街头的 一百多万香港本地人 都抗议这样的条例 跟这样的一国两制 最终变成一国一制 范圆刚刚看到的是 香港人为什么觉得香港送中 这四个字不是我发明的 我从很多香港媒体当中看到的 因为香港人觉得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就是一国一制了 那香港过去引以为傲的一切都要崩坏了 对 我昨天下午因为在网络上就看到这个直播 然后想转电视 但是很可惜 就是台湾的电视台都没有报道 后来我就转了那个CNN了 就CNN果然是有同步报道 那我看到一个CNN记者 访问现场的一个18、9岁的年轻人 问他说 你觉得这么多人站出来 能够改变这个结果吗 就那个年轻人说不会 就CNN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站出来 就年轻人说 因为一定要抵抗 要抵抗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那个时候 那一刻也觉得很感动 就原来他们觉得出来 不一定会改变结果 可是连一个那么年轻的 18、9岁的人都认为说 可是一定要抵抗到最后一刻 那后来我就把它发在脸书上 结果没想到一个晚上 就四五千人转贴 那大家都是觉得说 连觉得没有希望的香港人 都还想要抵抗 那其实还有希望 还正在享受自由民主的台湾人 难道就投降 放弃 然后就主顾着发大财 然后跟着韩国瑜骂 那当然韩国瑜后来 就是很多人在骂 而且为什么韩国瑜真的该骂 因为昨天所有的 就是说包含科批 两党在内的总统候选 答的都还可以 韩国瑜在第一个时间点说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 那不知道不晓得 你也许正在忙着跑基层 不知道 回家之后呢 他今天早上 因为被骂翻了 然后发了六点声明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六点声明我觉得 其中有两点我看了也非常生气 他第四点说 期待香港政府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香港政府如果还可以期待 你还期待香港政府 会良心回应 这太可笑了嘛 香港政府根本就是 中共控制的 第二个 第五点也非常夸张 他说大多数的台湾人 都知道因为历史文化的缘故 一国两制不适用于香港的话 不管成功或失败 这个情况都不会适用于台湾 这个逻辑会不会跟大家 一样有问题 大多数人台湾人都 不要这样骗台湾 就他那个 1997年也这样骗香港人 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 现在20年全变了 我现在发现 对付韩国瑜 真的就是郭台铭最有用 因为我们大家在怎么骂 大家觉得你们什么立场 就是不欣赏他 那今天当然我刚刚也要补讲一下 就是说今天的报纸 至少都报道了嘛 而且各国的报纸 纽约时报 Wall Street BBC 法国世界 要不要德国之声 就是NHK 所有人都报道 这个台湾的也还好 苹果日报报全版非常多 那自由联合都有处理 可是忠实 放在九版一小块 那我刚刚讲 只有郭台铭骂有用啦 结果郭台铭今天非常的大胆的 就直接讲了几点 我觉得很好啊 他说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第二个 李曾经劝韩国瑜不要进中联办 第三个 他讲得很清楚 一家受国台办控制的媒体 正在引导中华民国的选举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 国民党的初选 还真的很有用 我们非常需要 就是说彼此内部一下 你认不认同今天郭台铭讲的话 我很认同啊 这样这几句话我都认同啊 所以我觉得是说 郭台铭今天讲 他还捍卫中华民国 但是韩国瑜跟蔡衍明是直接受国台办影响 连中华民国连反一国两制都不捍卫了 没错 而且就是说你还帮人家一国两制讲话说 不管那里成功 也不敢说人家失败 说不管成功或是失败 都跟我们台湾没有关系 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而且还说大部分的台湾人这样讲 那我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帮郭台铭鼓掌 而且我们就应该要求韩国瑜 所有的韩国瑜的支持者 你都应该要求他 如果你还相信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是宝贵的话 你是不是回应一下 今天就是说中国时报 是不是背后被国台办控制 那如果他被国台办控制 那你还敢拿他的钱 还敢让他的媒体 每天这样支持你吗 那不是跟你一天到晚所讲的 什么三个不变中华民国 什么自由民主 完全是自我矛盾嘛 那我觉得就是说真枪实弹的对决 是初选应该要有的 就像我们看到民进党 就是说蔡英文跟赖清德 那如果有什么要相骂的时候 就骂清楚 那今天郭台铭已经对你下战帖 要求你回应的话 而且这是非常攸关这个民主自由 就是说这个体制的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要好好的回应 而且这个时候我也觉得 国民党这个民主初选 如果把这个事情办好的话 讲清楚是有价值的 那无论如何这件事情 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批评郭台铭 他今天的记者会要帮他鼓掌 讲的这几点讲的不错 好 宫琴你怎么看 这个郭台铭进了大本营 他进了主战场 我与其跟大哥指挥的小弟站 我还不如直接抓大哥 请怎一先进汪 因为这个韩国瑜很明显 他背后的大哥就是蔡衍明 所以我跟你这个在这边搞 我还不如直接进三战里面 去抓你的大哥 所以你就看到郭台铭 现在跟蔡衍明终于 在一个同一个战场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韩国瑜 他正在办第二场 他以为望中 还会望他 从40万 连到后山都有15万 没想到香港这个人龙 唯真不破 你再吹吧 你40万 你再吹吧 后山有15万 20万 你再吹吧 就香港人一站出来 破百万 你不用去数 不用像我们台湾为了这个真的面红耳赤 还要去说一平方公尺多少人 然后有十倍的差距 我们不用 你看香港人 他们怎么样捍卫自己的生存权 他们的尊严 他们的人权 这个就才是真正的唯真不破 我们台湾在怕什么呢 我们台湾在怕韩粉 很多政治人物 很多名代 怕韩粉 净若寒残 你看人家香港人 站出来 他们是怎样跟这个当权在抗拒的 亏韩国瑜 他还是号称是两岸专家 他是东亚政大 东亚索的 他背后还有一个军师叫张伍岳 他的学长 结果 在香港 结果这两个人昨天眼睛都瞎了 都没看到反送车 结果你看 前面还历经了什么 六四耶 六四也没反应 也没反应 结果在这个人家已经是国际新闻了 而且香港人不是第一次 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显现他们的一个理想 他们自己本身一个价值跟捍卫自己的主权尊严 的这样一个 捍卫下一代的这样一个一刻 这才叫庶民嘛 结果你回答两句 我像我们台湾人 或者你说中华民国国民 你平常看韩国瑜在高雄市政是草包 已经无法忍受了 你以后可以容忍一个 包括国民党 你们现在初选 可以容忍了一个 未来你们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面临这个事情 是一个大草包 他还告诉你说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那我请问一夕之间 你为什么发了六个 六条生命 你说我不能容许三件事 不能让别人怎样怎样 你为什么这背后没有跟中国喊话 你这里面为什么帮我们去回答 对香港政府也是 你为凭什么你所谓的绝大多数人 不能够这个接受或者说无法适应台湾 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你的绝大多数是 你代表谁在说话 你凭什么 这个说是台湾人民 不能够接受所谓一国两制 你呢 我们就看到说 整个效应 这个香港在送中 反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流氓条款 万不得已的话 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势 就是在演下去的话 很可能送掉韩国瑜的总统梦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昨天香港 这个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反送中 反的当然是逃犯条例 那更反的是一国两制最终变成一国一制 于是香港人觉得香港人可能要送中 问一下汪浩大哥 你在香港也待了一二十年 你也很有感触 对我这个2003年7月1号 那一次50万人的大游行 我是从头到尾有参加 昨天的游行人数比那一次多了一倍嘛 那香港75040万人口 其中有100万是过去20年 97以后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香港的 在这种情况下 昨天还有一百万人出来游行 实际上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香港的人 来参加这个游行的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最本质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之所以要来香港 就是因为要逃避中国的制度 所以来香港的制度嘛 要一国两制 是要一个所谓自由法治的制度 那2003年7月1号那一次 我参加的那一次50万人大游行 是为了当时北京指示香港政府 要做所谓23条的立法 也就是实际上是限制香港当地的自由法治 限制香港人民的自由的基本权利 那这一次是北京指示香港政府 要做一个所谓引渡条约的修改 本质上就是允许将来 任何人在中国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犯罪的话 就可以从香港引渡回中国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是党大于法吧 任何人可以随便按一个罪名来起诉你 而且是有罪推定 那这个是跟香港的无罪推定的 法治的传统 是本质上是对立的 所以香港人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在意 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在香港 被引渡去中国大陆嘛 那受到完全不公平的审判和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这牵涉到所有人的基本的自由和人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这么多人站出来 那表示说这个整个一国两制的破产 表示说整个这个共产党的谎言的破产 表示说整个这个香港已经到了一个底线了 香港人民不能容忍的底线了 那如果台湾人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能认识到 共产党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过去20年的说谎 共产党对于基本人权法治的侵犯 不能认识到这个共产党对整个价值的破坏的话 那这个香港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上台湾人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 这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已经突破底线了 那你想这个香港740万人 你如果把10岁以下的小孩80岁以上老人去掉的话 基本上15%以上的人口都站出来了来参加游行 那相当于台湾就是一个300万以上人口来凯到游行 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确实是香港97年回归以后 最严重的最大的一次 1989年六四那一次 曾经香港也有上百万人参加游行 但当时是在港英政府统治之下 所以香港当时是还有英国的自由和法治保护的 所以六四以后香港将近有50万人移民出去 那这一次是已经是一国两制 实际上本质上香港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 香港竟然还有100万人出来游行 那是冒了巨大的风险 我看到昨天晚上他们跟这个镇报警察抗议的时候 很多年轻的孩子都戴着口罩 就是说他显然对于他这样的抗争 他是有恐惧跟压力 在台湾其实太阳花 这个在打在杀的时候也没有在戴口罩的 那所以显然本质上走上街头也要付出代价 而且他可能变成政府公安的黑名单 那以中国大陆现在的社会信用管制的制度 任何的黑名单将来都可能在很多的社会的权利 甚至于将来的人身自由也都可能受到伤害跟监控 对因为实际上最近刚刚香港判了这个战中九指的这个刑责 把他们关进军役了 实际上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这个和平的抗议 在中环这个抗议这个香港没有争争普选 那么香港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对这些参加和平抗议的人做了刑责 那现在香港实际上情况跟中国某种程度上有很相似 因为他们实际上也在各个地方 撞了各种各样的监控的镜头 监视器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昨天晚上很多年轻人也是心里面实际上是很担心的嘛 参与这种抗议活动是有长期的风险 香港政府今天还公开出来说 他们是一定会要坚决这个指控这些 他们已经确定昨天晚上这个画面逮捕100多人 然后其实很多参与的年轻人 他穿着白T穿着黑短裤或者牛仔裤 我看到其中甚至很多女孩子 然后都是戴着口罩 他仍然担心他未来的人生 那你刚刚讲 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香港移民了50万人出去 所以很大一部分你在加拿大看到很多香港移民 那香港有钱人能跑的都跑了 所以现在留着抗争的多数是留下来 跑不动或者跑不了的 对一方面是这样 实际上留下来抗争有相当一部分 是最近20年从中国移民到香港 年轻一代也有啊 所以现在这个他们也是 说老实话对共产党是这个生活方式 对共产党的这种监控实际上是很敏感 很害怕的 但是大家都已经到了这种 明明知道这个 可能这个抗争没有实际的效果 但是也要出来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 这样一种心态 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事实上这一次不光只是在香港 昨天实际上全世界有20几个城市 都有爆发这个声援 特别是各地有香港移民的这样一种状况 全世界有声援吧 那大家是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 对于自由人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抗争 一个保卫一个坚持嘛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台湾人的利益跟香港人的利益 是完全一致的 那大家都是一种这个自由人权 跟独裁专制的一种对抗 这种价值观的对抗 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这个政治利益的问题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对抗 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对抗 恐怕是一个长期的竞争 那问一下佩芬姐姐 香港这个镜头跟这个样子 像不像当年台湾的党外运动 就是说你要对抗一个强权 那你注定在街头上冲突 可是那个冲突本身 也有人身安全的各种风险跟代价 其实那个年代 其实我蛮佩服那个党外运动 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那边抗争 很多人真的被抓进去 但是刚刚大家在讲到香港那个旺中 然后汪浩先生有说 他说台湾的民主价值跟香港是一样 但是在国内我们看到很多媒体 还有甚至总统候选人 他的价值有点差别 那大家刚刚都提到韩国瑜 作为一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必须要讲 他很多问题他没有回答 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是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已经被绑架 我以前 被谁绑架 我前面常说过 韩粉绑架了国民党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已经被绑架 他是被那个出资的人绑架 因为人家昨天有问他说 你这个到处去造势活动 哪来的钱 钱从哪里来 像以花莲这一拖 外界一估也是要几千万 谁买单 是傅昆琪买单 还是蔡衍明 还是其他谁 没错 他说他不知道 他是被动被邀请 还记不记得 那黄光琴是谁 傅昆琪吗 傅昆琪这么有钱吗 花莲拖绝对是傅昆琪 傅昆琪负责 然后看看其他人 有没有共襄盛举 那傅昆琪真是好棒棒啊 在台湾当县长 这么有钱啊 他就是说 他是被动被邀请 然后到底谁出钱 因为他不能回答 因为他已经被绑架 绑架他的人 我就怀疑说 那些资金从哪里来 不管你说蔡炎明也好 傅昆琪也好 或者妙天也好 甚至袁清彪 或者是张荣卫家族 资金从哪里来 因为没完没了的一场场办下去 那这些资金影响了韩国瑜 所以他不知道望中 他不晓得 因为他不能回答 他必须得到 绑架他的人 告诉他怎么回答 他才能回答 所以有人说他草包 未必草包 就是可能是装着 因为他不能直接回答 不是他自己主动的思想 那我们现在回头看 他一路走来 都是讲被动 只有一次是主动 他跑到台北来 想选台北市长 去登记 后来被骂回去 到高雄 到高雄选市长 当然是国民党要他的 被动 然后他进中联办 虽然郭台铭说 劝他不要去 他还是去了 当然也是被动 否则他不会真的跑去 另外一个就是 这次选总统 他一直说他是被动 然后他的动员造势 也是被动 都被动邀请 所以任何的东西 都是被动 但是这些出资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觉得台湾要关心的 因为这些出资的人 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5月11号 在花园饭店的那个聚会 很多位置 或者一些角色 他们已经设定 比如说傅昆奇想当 好所以第一个目的是夺权 对 傅昆奇想当立法院长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借含夺权 那夺权之后 有这么多位置可以分 除了总统他当之外 立法院长 行政院长 五院院长 部会首长 那如果再加上 公营事业的话 那好位置分不完 换句话说 这五组人马 掌控国家机器 那掌控了立法院 然后立法院 做所有的决策 另外呢 如果韩国瑜 真的当选总统 他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也掌控了国民党 所以整个国家 他就被这五组人马 完全掌控 所以他已经被绑架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这绑架他的人 这些资金 在哪里 从哪里来 目的是什么 刚刚大家就讲到 蔡旺旺 如果他扶持的一个人 可以当台湾 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 在大陆太好用了 那他就变成地下总统 对 起子152亿 你看这个政党轮替以后 他得到的那个补助款 对倍的增加 他不只是地下总统 而且他在两岸 他真的是最大的红人 所以你认同今天 郭台铭回应这个蔡衍明的 对 就是说他所作所为 是为了在国台办那里邀功 对 因为他这样做的话 第一个国台办会对他另眼相看 那郭台铭三不五实在去呛中国一下 就说你要叫他干嘛 我就关场 谁怕谁之类的 可是你看蔡衍明也好 韩国瑜也好 很温顺 特别是韩国瑜 任何事情他答就是不知道 然后被动邀请 对 然后就是很好的一个托词借口 他只要这样讲了以后 你没有办法去怀疑他 那对台湾的民主制度 跟自由法治制度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跟崩坏 对 不只伤害 而且整个毁掉 你知道如果他真的掌控国家机器 这些人掌控国家机器 台湾绝对不会是今天的台湾 台湾的2300万人过的日子 也不会是我们今天这样 所以你在想 他可以带领那么多的媒体 到大陆去听汪洋讯话 那你在想 目前中华民国还是 目前的情况 他就可以这样干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 让他掌权 那天知道会发生哪些事 所以到时候台湾会是怎么样 我想也许比香港 也许比香港还麻烦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香港反送中 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 那这里头当然是很大的 这一个国际事件 于是BBCCNN都做了非常深入的专题的报道 同一时间台湾内部也因为这场选举 有主权的战争 有路线的战争 所以各个不同的总统参与人 怎么回应香港的送中一国两制的议题 也会影响到今年的选战 然后同一时间 今天起其实应得两人内部民调的竞争开始 而南军内部对于民调方式跟郭台铭提出来的暗杀条款 也有争议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我今天定这个办法建立一个制度 是对所有人适用 包括郭台铭 如果党中央制定办法 我明摆地提出来 这个叫暗杀吗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要求党中央 要有明确的制度跟办法 因为我选手不能 我选手可以提供意见 但我不能制定办法 制定制度 党中央制定制度 否则 那国民党比民进党还要烂 好 创下 刚刚看到民党其实今天开始进入初选的民调对决 然后国民党在吵的是暗杀的条款 其实郭台铭那一天 特别在亚太电信的公司里面 特别在弄了一个 然后讲了第三条 就是要有个备案 然后这个备案就让大家觉得说 到底为什么郭台铭会提这件事情 然后就一直是国民党里面最大的一个谜 这个谜里面 当然很多人就认为说 是郭台铭担心说 这个游戏规则 下去的话会怎样 可能是不公平的 可能会什么状况 或者是 因为他现在民调虽然往上走 可是韩国瑜那个粉越来越紧 而且每一个礼拜都要造势 造势再造势 他怕最后他没有出现 可是他大概也慢慢知道说 你韩国瑜真的能够选总统吗 真的这样子下去之后 会被中间出了什么状况 或者是整个中国大陆那边有什么状况 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说要有个备案条款 而这个备案条款呢 就被解读是叫暗杀条款 暗杀条款意思就是 可能会被换掉 或者是有人是说 郭台铭担心的是 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说他赢了 第一名 可是有很多人就问了 只要是他赢 不是韩国瑜赢 就算是0.01% 国民党中央党部 会不会被包围 国民党中央党部 会不会重演 2000年包围的那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看那个韩粉 大家都觉得是熟面孔 我们看也是熟面孔 因为当年去包围 国民党中央党部 包围李登辉官邸的 还有打徐利德的 很多联统都在那里面 所以国民党这个状况 是不是有问题 那当然 后面变成是国民党就陷入了 一个条款不明的一个阴谋 然后很多反郭台铭的人呢 就说郭台铭呢 其实是 也许他在选的时候 他是怕他的鴻海 在提名之后也会出事 所以会看到说 国民党搞到今天呢 自然已经战到这么凶 郭台铭就直接对干了国台办 对干了蔡衍明 可是国民党的条例是什么 国民党出来之后 这个游戏规则 是一翻两瞪一眼 还是内战的开始 其实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真正答案 好 我先问一下汪浩大哥 你觉得郭台铭今天为什么 会直接开枪开干国台办 而且他说蔡衍明 是为了找国台办邀功 以前香港的特首 选举时候 过去20年 这个竞选人 也都是有这样的冲突 很多次 这种状况 无论是董建华时期 还是梁振英时期 甚至于这个 现在那个林郑时期 当时都有 这个相互竞争的 这个邀功 像国台办表中心 像这个 这个香港老百姓 骗香港老百姓的 这种情况 那最后当然还是由 这个中共拍板了 这个北京最后拍板 这个确实是反映了 中共内部的不同派系 有不同的意见 这个也是事实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 台湾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自己是觉得 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 就是说台湾因为这次 有一个党内初选的机制 无论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有一个初选的机制 通过这个初选 使得很多事情 被摆上了台面 本来大家是密室撮合 现在被摆上台面竞争 这个反而确实是 这个把这些个矛盾也好 把这些个内部关系也好 也暴露出来了 本来这个 这个旺旺操控韩国瑜这个事情 如果来绿营的 民进党的一直骂 说旺旺操控韩国瑜 大家老百姓 可能很多台湾人也不相信 现在国民党内部的 郭台铭也自己出来这么说 你总该相信了吧 所以我觉得民主 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有党内初选的话 确实是很多的问题 可以摆到台面上 使得这个台湾老百姓 有一个更多的 认清这个问题的实质的机会 问一下佩芬姐姐 那如果初选打到这里 最后的投票行为会分裂吗 我觉得会 因为那个就是说 非韩不投的那一些人 就像上次要教训马英九那一群 可能不要投 但是那些人 可是那些人现在拱韩国瑜 脱党参选 就是说那些人已经有一个预设立场 怀疑他们可能在初选被做掉 所以他们喊出来 万一初选失败或者被做掉 就直接脱党参选 好 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如果他要脱党 他要联署 大概没问题 因为他有那么多韩粉 但是 而且资金也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资金来源有绑架的人 所以那个大概也不是问题 但是就是说国民党 还是会派出一组人来 所以最后还是分裂 可能就两千年的那个历史重演 但是一个问题是 韩国瑜今天的问题 因为刚刚创夏特别提到 就是说初选的时候 万一郭台铭真的赢了韩国瑜的话 会不会被包围国民党 一定会 我觉得会 因为那一次我正好在党部工作 你知道吗 真的围在那边 任何车子进出 就一群人围上来看车子里面什么人 那我的车子也被围过 然后他们看了我 然后一看 我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就让我走 而且真的就是 像那个蓝车的那种人 看不是 那你就走 所以后来许立德 他们被打倒在地 事实上是这样 进出车辆全部被拦住 所以如果说郭台铭真的赢了 我觉得他们会发动那些韩粉去包围 因为那些韩粉里面 很多都是那个眷村的朋友 还有国民党员 还有可能就是那些退伍军人也有一些 可是你看像武士怀那天才八百壮士的发言人说 大家不要去闹 他就被韩粉骂干 所以换句话说 那些人绝对是 包括那个有个中央委员 这是不是初选落败的那些 我觉得他们就是会去包围的 但是你说会不会像当年2000年那么严重 我觉得应该没有 因为上次2000年那个落败 败选政党轮替 对国民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挫折 那个撕掉政权 第一次撕掉政权那个感觉是很恐怖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说 有支持他的也有反对他的 所以可能有包围 但是不会那么严重 好你的意思是说党内如果初选 韩国瑜如果败选可能会发动韩粉包围党中央 然后甚至可能去演脱党参选的命运 这是一个剧本 那如果是郭台铭败选 然后韩国瑜在初选民调当中胜出呢 其实那个情况的话就是说 国民党自己要负责 因为我们像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 如果韩国瑜胜出 中央政府的中央机关被他掌控 立法院被他掌控 甚至国民党本身也被他掌控 看他在高雄市长 这个接任五个多月来的用人方式 就是说太太家人 然后他自己的那些亲信 主要还有就是说 张荣卫他们那些帮派的 还有那些人 他们的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说他真的掌控了那机器的话 那国民党真的没有戏可唱 我们就讲打包回南京吧 你觉得这么严重 当然有可能 还是有一些潜栏票中间票 就会移转到柯文哲 或者是蔡英文赖清德身上 不无可能 因为大家会害怕 如果像刚刚我们讲到说 大家会怕就是说 台湾将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 而且帮他出资的那些人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绑架了他 一组组合跟团队让人害怕 对 那个团队那五组人马是非常可怕 还有一些企业界 所以那组人如果说他们纷纷掌控 掌控党机器很容易 掌控部会首长也很容易 都是他提名就可以了 行政院长也是他提名 那你说立法院 如果真的被附困器拿掉 虽然他现在还有官司 对 那你在想收买的话很容易吧 立法委员常常就是 选举选到最后是 粮食真的是光光的 三十万五十万都是 很好的感激的粮草 那当年你记不记得王金平 在选举的时候 给所有人任何这样粮草 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他 所以我觉得说 不管是暗杀条款也好 现在国民党内部 就好像要签一个什么条约条款 像那种是很恶劣的事 因为王金平已经说 你这个初选制度 奇奇怪怪一变再变 你还要再叫人家签 换句话就是说 绑架所有的人 而他这个东西 这个制度显然是 为韩国瑜量身定做 那是不是让我们怀疑说 国民党也被绑架 我知道那个时候 当初这个2000年的时候 或者2008年的时候 蔡衍明那个时候 他就有自己的飞机 你知道很多那个 叫做陆委会 或者是那些人到大陆去 像那个林宗生 他们如果到大陆去 他用他的私家飞机 载着那些人 来来北往去访问那些台商 所以换句话说 他下的功夫很大 而且很早就开始 已经投资在里面 那你说 他是不是绑架了很多人 他是绑架了很多人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